大家好, 朱翁 女士們當然想擁有迷形的曲線 怎樣才能開得到呢? 跳舞就可以了 所以由今天開始請到兩位嘉賓上來 分別有林佩佩小姐, Kelly 還有她的好拍檔就是關傑小姐, Kitty 想來教大家非常適合女士們跳的 叫做Funky Dance, 是嗎? Kelly, 先問問你 其實Funky Dance究竟是甚麼舞呢? Funky Dance其實是一個大洋運動 跟著音樂很開心地跳 那為甚麼叫Funky呢? Funky就代表分, 就是好玩 我們的舞步就要加了很多有趣的元素 其實適合甚麼人士跳的?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跳 老人家、小孩子 只要他可以動的, 就可以一起玩 即是動動動動的很容易學 其實做Funky Dance有甚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 我相信運動的好處很多人都知道 不用我講了 而Funky這件事最重要的是 跳的時候令到開心 令到自己開心 還有一個群體的保持健康 為甚麼呢? 有很多保持健康的方法 但這種保持健康的方法 除了令到身體保持健康之外 心境都會青春 而且看見自己會變漂亮 譬如你說, 為甚麼你這麼胖 你會被控告教人保持健康 其實… 有原因的 因為我剛生完寶寶幾個月 我剛開始做運動一個多月左右 效果不錯, 不像生完寶寶 其實我生了寶寶時重了六十磅 現在你負了多少? 生完寶寶之後還欠五十多磅 是… 我做了一個多月的運動 其實已經瘦了差不多三十磅 其實你是很肯定的 Kitty, 是嗎? 是… 是否瘦了很多? 瘦了三個馬 三個馬? 對 是… 看見人就會覺得很重要 那就越來越瘦了 我踢腦真的很吸引 這時候教示一些簡單的動作 讓觀眾跟著一起學, 好嗎? 好嗎? Kitty, 我們一起示範一下 好 我們首先要做踏步 是… 踏點…這個很容易 我們可以自己加紋身 扳, 吸氣、呼氣… 跟著做 好, 我們遞手… 大概 好, 摘腰, 拉長 手上去的時候, 戴上腰 可以… 對, 拉高 好, 旁邊兩步 回來 再去旁邊 動作是很簡單的 你不需要特別說… 要收哪個地方 哪個動作有什麼作用 你不需要想任何事情 因為這個動作會令到 全身肌肉都會收得漂亮 上一手, 拉長 下去… 下去, 再來 拉長… 拉長… 下… 再拉長… 拉長… 下… 好, 變回單身 一步… 一步… 對, 手提起 對, 手臂拉長 收緊 拉… 對, 手提高 對, 手提高 對, 手提高的同時 手臂伸直 握手臂之餘 會拉背脊和腰 對, 行不行嗎? 很容易嗎? 挺好玩的 不過其實… 對, 如果初學者也像我一樣 通常初初練習的次數 會如何比較好呢?Kelly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醫生都會提議 一個正常的人 一個星期應該做六個小時的運動 對… 所以你一至六, 只要跳一小時 只要跳一小時? 只要跳一小時嗎? 那也挺長時間的 例如我們剛才聽到 跳的時候 是否有些音樂伴侶? 是否選一些快的音樂比較好呢? 會開心點嗎? 即是活力點嗎? 對, 你聽到耳朵想動 跳完整班都會很開心 對, 我現在都很興奮 所以繼續跳 運動是否可以製造一個叫安多芬 我想這個都可以 這樣跳完就會開心點 今天真的謝謝兩位上來 教大家這麼好玩 又可以Keep Fit的Funky Dance 我知道明天來到醫研 就會繼續教大家一些新的舞步 明天記得留意